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录制聚集 那为什么要需要录制聚集 其实简单白话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呢 如果你假设每天都需要做同样的事情 什么事呢 比如说手机这个公式 每次都要再敲一遍 然后每次都要再执行一遍 那当然呢 你会很花时间 可是如果重复性太高的事情 你不如怎么样 把它录制成聚集 以后的话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它自动就完成了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会需要 做两个按钮的录制 一个按钮的话就按下它 自动帮我把这个公式输入 然后自动向下填满 另外一个按钮刚好就颠倒 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资料帮我把它清空 就是简单的这两个动作而已 OK就两个按钮 当然未来你说老师说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的更复杂一些些 可以把一整天的这个处理的动作 比如说要产生爆表的所有的动作 都录制下来 自动让它变成一个 自动产生爆表的一个按钮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只是说录制聚集还是有一些限制 为什么 因为录制聚集 毕竟是记录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所以如果假设你那个动作里面 会有一些将来的资料 位置会不一样的话 或者资料量会不一样的 然后你可能要 自己再稍微微调一下 所以 之后如果假设要能够做出 更加完美更加全面的一个程式的话 那建议还是要看一下那个聚集里面 录下来的程式 那并且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那这样的话呢 也就可以非常完美的帮你自动完成 甚至的话 Essale里面也有一些功能 包含就是说 你只要Essale不要关 它时间到几分几秒做一次 几分几秒做一次 这些都可以办得到的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呢 比如说 像闹钟一样 几点几分 几点几分 你要做什么事 几点几分做什么事 那其实呢 它都有提供这个功能 也就是你 只要电脑不要关闭 那就可以直接帮我们 去执行某一段程式 甚至要帮你记信 你可以呼叫outlook 甚至如果你要把它自动汇出 变一个简报 变成一个文件 那也都可以呼叫outlook powerpoint 其实都ok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录制 首先录制之前呢 请各位呢 要找到一个功能 就是开发人员 那这个开发人员的话 预设 其实是不会帮你打开的 那所以有可能你们电脑里面没有这个开发人员 ok 那要怎么把开发人员打开啦 那你们的英文版 应该叫什么 叫developer 还是什么 反正呢 这个名称的话呢 你们就是 这个预设是没有 那没有怎么打开 第一个 请各位呢 点选这个 上面的箭头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的话有个自定功能区 那自定功能区里面的话就有个开发人员 所以记得把这个打勾一下 所以这个预设它是不会打勾的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开发人员打勾的话 这个地方 拿其他命令 找到自定功能区 再把开发人员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一个开发人员出现了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说已经有开发人员的话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 接下来的话呢 主要功能就是应用什么 录制聚集 然后给它一个聚集名称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把后面要做的动作 把它录下来 那录的话 其实特别是吧 它是记录你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所以建议就是说 你不要NG 所谓NG 都做一些不应该的动作 尽量的话 做一些这个 比较流畅的动作 所以呢 待会的话录制聚集 其实基本上 包含就是说呢 我们第一个叫串接好了 串接 总共三个动作 清除也是三个动作 那三个动作呢 分别 我们来看一下 1 我动作可能就是 把它用步骤式的 1 游标放在12储存格 2的话呢 请你游标放在上面打勾 这是2 意思是输入公式 3的话呢 直接在这个储存格的右下空点快点两下 把它变黑色的时候快点两下 好 这样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这是第一个 所以记得彩排一下 1 游标放在12储存格 把这个公式选到底 选到底 我是建议不要用滑鼠选 因为滑鼠选的话 它选将来会固定 固定在某一列 而且很容易过头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快速键 所谓的快速键就是 把它从这个储存格选到底下 那会有个快速键叫Ctrl Shift按住 再按向下 Ctrl Shift向下的话 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 帮我选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OK 然后再按Delete就可以了 好 那也就是说 刚刚一样三个步骤 那我们把三个步骤记下来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 把刚刚的动作记录成为程式 他就自动帮我把程式写出来 那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1点选录制聚集 然后给他一个名称 名称也许不用取太长 叫串接好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按确定 就开始录制了 所以你就不能NG了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按确定 那先第一步 游标放在12储存格 第二步的话呢 里面要有公式要打勾 不过第一步就NG了 怎么说 因为公式刚刚被我删掉了 所以NG NG是什么 没关系停止 那这个时候 可能要把公式先叫 不然的话你要重打 我是建议公式 按Ctrl Z先把它恢复一下 刚刚就NG NG没关系啦 重来一遍 再来知道 所以呢 一样哦 按录制聚期 那因为名称的话也叫串接 那因为刚刚我NG了 所以它会出现那个 是不是要取代刚刚原有 刚刚的那个串接 你就选4 因为刚刚我们入错误了 所以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好那一样 游标放在12储存格 然后点资料编辑的打勾 第二步哦 第三步的话呢 在右下角这个空点快点两下 好 这样完成了 那不要多做其他多余的动作 然后你把它停止录制 OK 好 第一个完成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清除 所以按录制 然后再来哦 这个叫清除 清除这手机的资料 按确定 1 游标放在12储存格 2的话呢 Ctrl Shift向下 3 按Delete 好了 那就记得按停止录制 这样就OK 所以哦 一样都三个动作啦 1 2 3 录下来 1 2 3 录下 最后记得停止 那录完之后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你可以找到那个聚齐里面 这边就会出现 串接 执行它一下 也OK 所以1 他等于是把刚刚的三个动作 就帮你重播了 OK 不清楚 执行 有没有 1 2 3 OK 他是问题来了 现在好像这样执行 其实倒也OK 可是哦 其实 有点不太方便 每次都还要按一下聚集 然后跳出来按执行 而且哦 这开发人一定要是打开的 如果不打开那就没办法执行了 所以哦 如果为了便利 一般会在旁边增加两个按钮 按下它执行串接 按下下一个 变成清除 那怎么增加按钮 其实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OK 就是这边增加按钮就可以了 那要怎么增加按钮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